娱乐现在本来就传 跟新来的舞蹈老师有某种情感 这话题热度不解 他要是真来我们公司 网友肯定会更加大做文章 根本看了他们作品 这跟我们艺人发展方向完全不符 公司老板 是你还是我 是你 但我也说艺人着想 齐总 你当着我的面 把我的舞蹈老师有点不太好吧 西宁 你应该不介意吧 我没问题 齐总 没有这么好的舞蹈老师教我 我一定会用作品证明给观众看的 这个男儿到底想做什么 让秦帝天天朝夕相处 他这是帮悉尼还是害悉尼 既然如此 那就合作愉快 不行 我不同意 小七没事的 要不再考虑考虑 双赢的合作不用再考虑了 既然季总如此坚持 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从什么名 快 没关系 没关系 我知道小七也不是故意的 好啊 竟然把招数用在我身上 那就看看谁奇高一招 我就是故意的 我喜欢记总十年 凭什么你一出现 要多多她所有的助益啊 你在说什么呀 不是我推的 你 你 小七 有没有生了女人啊 新娘 我好难过 我这么真心对季总 她连看都不看我呀 季总 我们不来关心一下呀 你又犯病了是吧 我太难了 季总 我得替小七说句公道话 小七她那么喜欢你 你也不能当着她的面 伤害她 我就不信已渡公司 她吃不了你 我来 西宁啊 她刚才出公司不到两分钟就好 她都是装的 季总 你怎么能说小七是装的呢 车祸现场 我会娱乐都亲眼看到她受伤了 西宁别说 她不会在意的 季总 小七是我的救命恩人 要不是她我现在就在医院了 你们别劝了 你们越说她 我越难过 是我眼下 你差不多得了 今天 我们就用这杯水 暂断我对你喜欢 老天爷 你再不结束我就没命了 让我去 算了 冲文还得尽那次车祸 吓死我了 总算回来了 小说小说 小说没有改变 难道同人世界剧情的影响 改变不了小说 喂 星星 我好想你 小七 你赶紧回来陪我喝酒 不去这个王八蛋跟我吵架 还说我无理起闹 这才多久 你们怎么又吵架 这是不是真的要分啊 行行行 你分分分 今天就分啊 喂 干嘛 兄弟 你出来陪我喝酒啊 喝酒伤肝 胃伤肺 喜伤心 我不去 你急说 根本没两个 我这一片真心喂了狗啊 喂 喂 喂 嗯 嗯 你 你 你相信平静时空吗 你相信啊 我今天又进入小说世界 准确的说是我的同仁文实际 我不仅做了娱乐 阻止了车祸 我还在线磕了喜乐CP 就是 他俩的感情有点怪怪的 你酒量不行啊 这么快就开始说胡话了 跟你说认真的没跟你开玩笑 因为我相信 相信 嗯 跟你这个罪目说不清楚 我就知道 所有人都可能抛弃我想跟你不会 干一杯 说吧 说吧 这次又是为了什么 陆奇雨这个混账王八蛋 他以前说什么 无论什么时候 工作永远排在我后面 只要我需要他 他随叫随到 陆奇雨那个白耳朵 我 努力做测评 努力升级 我 为了什么 不是为了赚钱养家吗 他倒好 抢我老板 抢我MVP 工作的地位比我还高 我不就是抢了他一个老板吗 他至于这么对我大胡小叫的吗 不是一个老板的问题 这是我们的未来 他不理解我 他不理解我 你